T12 在哪裡啊 T12 這邊有新的指示牌 賽車主題飯店 T1112Hotel 這個是它的主要大廳 我們每次來就是在這大廳 上面一樣有T12主題飯店 招牌 所以大家順著招牌走 應該就可以找到 T11是那一棟 然後T12是這一棟 所以叫T11T12 剛好是用賽道的 兩個彎來做 一個名 我們已經進到了 它的飯店裡面了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一館叫做T12 隔壁還有一個T11 就是我剛才帶大家看一下 現在跟著我一起來導覽一下 究竟這飯店有什麼樣特殊的設施 還有它的飯店裡面的view 到底看出去會是怎麼樣 跟著我們繼續看 好首先 這個我覺得映入眼簾就是 它整體這個大廳 的感覺有一點點工業風 上面是一個外樓輕鋼架 然後柱子這些都是用 這種紅磚來呈現 這個就是他們的 LOGO啦 T12Hotel 好那這邊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早餐的用餐區 所以如果你住這個飯店的話 你基本上用餐早餐 就是在這個區域 那我們來帶大家 哇這個外面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view 哇我們趕快帶大家來看一下 哇 哇每次我們都是在下面騎車 今天的特殊終於可以再從上面往下看 而且意外的這個view 還非常清楚 那這邊也可以直接看到最後一彎 從大直到 你往這邊看還可以看到他們的市區 你們家 家派你來 看看以後住哪裡啊 不用曬太陽 對 所以這種如果帶家人來 尤其是女朋友啊老婆 那種他們常在屁 就會靠北 幹媽那麼熱很無聊啊 對不對 所以與其這樣他還不如把他丟上來 他就可以在房間看你開車 好啦我要繼續看 那是我們同業阿等 好再來呢 我們帶大家看的就是他們飯店的設施啦 這邊有一個置物櫃 他可以把他行李先寄放在這邊 然後去賽道去下去 賽車場或樂園去玩 飯店現在都會有一些基本的健身器材 所以他們在這邊也設置了健身器材 有最基本的一些多功能的拉胸啊 然後兩台跑步機一台腳踏車機 然後這個是滑船機 還有撞球可以打 桌球 那他們這邊還是有設置一些工業風的裝飾物 腳踏車啊 然後這是一個放的字樣 那我想最重要的還是他的view真的非常的好 你看這個整個大廳的環境幾乎都可以看到賽道 好另外呢他們這一次除了這個現場的風格走的比較工業風之外 他們還特別強調喔 他們在現場的布置物的部分呢 非常用心 然後也花了非常久 花了將近一百多萬 去設置了一些布置物 我們來帶大家看 其中喔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復古加油機 那他們官方說到這個是1920年生產的 而且他當時喔並不是一開始並不是為汽車加油 他一開始是為了這個油燈還有爐來加油 所以也證明這個加油機的歷史相當的悠窮 放在櫃檯旁邊呢還有一個復古的收影機 哇也是相當的酷 然後呢他們這邊也設置了一個魔豆機 也是有點復古跟工業風的造型 好的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一次 為了要營造出這種賽車的感覺 確實在整體的布置上面 花了一些心思來創造出 跟其他飯店不一樣的感覺 剛剛我們講的可能是硬體的部分 有一些軟體的部分 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 來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是用早餐的時間 那他們也特別針對這個大家知道 賽車手其實體能訓練也是很重要 他們在這邊有一個高強度運動者的指標 中強度運動者以及低強度運動者 三種指標的早餐 那你就可以針對你的需求去做選擇 每一道菜其實下面也都有提到說 你是這個中強度高強度還是低強度的人 適合吃多少 我來麗寶這麼久我覺得每次來為了騎車都弄得非常狼狽 難得可以手拿咖啡在那邊欣賞別人開車 所以未來如果有活動你帶著你的老婆 你把他安置在這邊 他就可以這樣很悠閒的欣賞你在那邊騎車的樣子 是不是蠻爽的 這個運動主題的彩繪 他這個門牌特別用面條耶 這個是520還是 這夾車是嗎 你剛才沒敲喔 我有敲 我想說這邊乾淨 我想說晚上我們可以挑戰一下 好的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房型 我覺得首先他比較可惜就是他的尺寸 可能因為他塞下兩張大床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兩張大床之後 他旁邊所剩的空間就比較少 旁邊則是一個衣櫃 讓你掛一些衣服 下面有一個保險箱 我覺得他可能因為尺寸的關係 所以他特別做這種沒有封閉式的衣櫃 讓你的空間看起來更加寬敞 然後這邊有個輸出的貼圖 我覺得貼圖這個東西就是要很小心用 一不小心他變得有些廉價 他主要他還是走的是一個運動風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是用一個籃球 然後這一面則是一個也是工業風 但是它是一個白磚的一個貼圖 有一個大尺寸的電視 液晶電視 然後這邊還有他們專屬的一些 樂園的資訊 等一下我們再來試試看 然後這邊有一個工作桌 我覺得 我必須講我覺得他整體的設定值 比較偏向真的是男性 男性為族群來這邊休息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跑賽道的設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地毯紅色 然後桌子很實用 很適合我們記者在那邊寫稿 他的其他配件 你看這台燈的話 其實就是復古的路線 復古跟工業風的路線 當然我想最重要的還是他這個view 我覺得這個view是這房間 讓我最滿意的地方 他的陽台尺寸非常防震也非常大 深度很夠 我覺得放一個躺椅絕對沒有問題 這邊的視野甚至比起剛剛樓下視野 還要更加的優異 你可以完全鳥看整個 整個立寶的後半段的賽道 讓隔壁的房型 所以其實基本上應該是他的房型 都是一樣的設定值 大家看廁所 那廁所部分就蠻簡單的 一個乾濕分離 淋浴間 然後這個禁櫃 基本上你可以注意到 他們很多東西都用賽車元素 紅色來當做他們的主色 像這個杯子啊 他這個杯墊也是一樣 是他們賽道的圖 然後還有這個 裝沐浴乳的一樣 也是一個賽車的image 香皂也是一樣賽車的image 好 那馬桶的部分呢 則是一個免制馬桶 我想他整體的感覺就是比較小巧 然後比較務實比較精緻的感覺 並不會有那種豪華豪奢的感受 但我想或許這個可能也跟他的這個售價 這個房間一晚的售價有關 好 我們現在要去開卡丁 然後可能等一下要去搭摩天輪 重點是 摩天輪是跟三個男人一起打 好不舒服喔 為什麼 然後摩天輪變大木神 對 我來特別戴樓記的帽子 因為我這樣我才可以掛狗口 吃掰 我這個比較出眾為什麼 過去在這邊 雖然我們辦了很多次活動 然後上次Honda的CBR500R 在這邊尬了很多次槍 我沒有開過卡丁在這邊 看我今天的目的就是打敗阿德就好 現在宿醉 宿醉喔 很少來了 現在卡丁要先做安全檢包 這個車看起來蠻新的喔 還沒有開過這裡的車 這就是546我就放慢就放了 好賤喔 我把他的 而且他那麼重 果然是車手差 47.1 46我才47.1而已 第一個出彎之後盡量可以靠捉 因為接下來要接大指導 這個阿倫的最想要的 好啦 拖鞋 其實我們媒體活動常常在這邊 但是我要第一次來這邊玩這些遊樂設施 當個遊客一樣 還蠻爽的 看看這畫面 好像我們高中的時候在電動間 國中的時候在電動間的樣子 所有人都在台打電動 每次從龍門下面經過就在這兒 對不起 今天剛好有無視活動 好 接著我們來參觀 屁房 因為我太常來這邊了 所以 不太新奇 但是今天是觀光客身份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來過這麼多次 今天真的是第一次來看台的 看台是新鮮的 過去呢我們都在對面那棟大樓 我們剛剛就在上面的VIP室了 然後下面PG 非常漂亮的椅子 終於可以上來這座看台了 終於可以上來這座看台了 我不知道大家來過沒啦 但是現在outlet這邊有1起 現在有2起 然後有2起 那 等一下我們可能就會在這邊用餐 那用餐完好像還有 搭摩天輪的橋道 不確定 所以呢 這邊 除了我們住的 然後還有剛剛玩的 還有逛的 還有吃的 我們現在應該要在米蘭程度 然後我們這邊在這邊 真的耶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提到傷心的事情 通常這時間我們應該準備搭飛機 要去米蘭 參加米蘭車賽 如今我們也在米蘭啦 假的米蘭 好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他除了那個棕樓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很酷的景 中間有一個凹陷 人走進去感覺好像 水池的下面一樣 我們等一下要去坐摩天輪 然後他們安排的時間 剛好是在太陽要下山的時候 所以我在想 可能 就可以看到 現在還有一點點太陽 還有 下去之後的夜景 等一下 體驗來看看 那 摩天輪呢 據他們所說是全台 尺寸最大的摩天輪 然後 他的位置是在1起的位置 我們現在在2起 今天風非常大 所以我們等一下上去應該會 搖晃得很明顯 是不是覺得得救了 他被怕高 他怕高 不是我沒有啊 我是怕一群男人在上面 太太 他怕我們把他摩托 感覺不太好 那如果你去那個有高低落差的賽套 幹嘛 騎車不一樣 自己騎跟坐這個 我上次剛才去坐一下 被他整個都叫 我沒有 最後一局 他說他不上 不是他那個六起真的太變態 最後我們利用這個陽台非常舒服的陽光來來大家聊聊他的售價還有他的一些優惠資訊 現在基本上他們在10月底前 你只要搭配這個美人的住房補助1000元 因為政府現在有針對一些這個住房 有針對 每間房間有1000元的補助 如果你拿了那個補助 你就可以享有這個平日傳奇客房 包含兩個早餐 然後VR券兩張 天空摩天輪的搭乘券兩張 折底後 總共的價格 扣完 只要2999元起 3000元有少 我老實說 這個價格 如果以平日來說 並沒有說非常的便宜 但是 如果你想要玩他的設施 比如說你想要VR 你想要玩他的摩天輪 那我覺得這些 加價總統 扣完之後 其實這個價位 是讓人覺得可以接受 他這邊總共有 230間客房 然後有11種房型 有看到賽道的大概有一半 100多間 以我自己過去我們自己跑 力薄 跑大鵬灣的經驗來說 大鵬灣的住宿 幾乎你每次到大鵬灣 因為在屏東很遠 所以你都必須 要在那邊住一晚 來到台中之後 其實如果你勤奮一點 比如說你早上 8點要到賽車場 你可能 從台北5點多 6點出發 你是可以省下一天的這個住宿費 但是 往往其實 這會影響到你當天 騎車的整體表現 也或者是你開車的整體表現 因為你沒有睡飽 所以我覺得 或許這邊的住宿 就是一個 不錯的選項 讓大家做選擇 以上就是我針對今天的 力薄主題旅店 T11 T12做的一個開箱 記得鎖定下邊的習日志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下輝 In They For The Left 《Girrell得》 字幕下輝 字幕下輝 有這次是 沒有一 최紹 Pa